在我演完了《肇事孤儿》以后 我接到了吕超的邀请 说我们要拍一个离婚律师 我问他了 我说这是一个苦大仇真的电视剧 他说不是 我再问他 我说那这是一个行业剧吗 他说也不是 我基于这两个不是 他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接着这个戏 我也挺感激缘分的能够在这个时间里 我指的这个时间 是我生命中所处的这个时间 也同样跟角色有着一样 对婚姻爱情和立场以及自由的这些疑惑 也特别感激在整个社会观众群 开始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态和表达方式来对待 离异的这个时间段来演这部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对我来说 他可以记录我在这段时间里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很开心 因为拍这个戏有点像下了班没回家 到酒吧跟几个哥们聊了聊天 对对对 这个男性这个聊天 我觉得男性成长的标志是什么时候他开始自嘲了 就说明他成熟了 这个当男性下了班以后 几个朋友在一起撞着酒杯 在表达着愤怒的时候 他一定还年轻 或者他还没活到我们想象中的明白 当开始碰完酒杯开始自嘲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是多多少少随顺了的时候 所以这个戏里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比比皆是 就比较有趣 我今年一年选择的四部戏 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离婚律师 马下乡 下乡 青春高八度 还有早期拍了一个这个年代的这个讲 封建文人的这个乱世书香 我演到现在 我越来越觉得演戏是一种游历 它是一种精神游历 或者说是从现实的出离 那么这种游历 其实我们能改变的只有环境 人性是改变不了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人和人是有区别的 其实我们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来讲 就跟我们无法分清哪一只蚂蚁一样 十亿人是一个人 所有那些人性中的得失 崇高和卑劣在一个人身上都有 只不过由于环境 信仰 道德准则 或者周边朋友的不同 它的比例不一样 然后这个比例由什么来 来决定 由周边的环境来决定 由周边的环境来决定 所以当我认知了这一点以后 把我变成角色 角色在去经历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有这种不同的变化 但是不能否认的说 我的态度也决定着角色的态度 我此时生命状态的态度 决定了我角色表达的情感 所以我原来一直以为 每一个角色是由演技决定 它的不一样 现在我可能不这么想了 现在我更科学的认知 一个角色的出现 和你看到它感受到是什么样子 是缘分决定 是缘分决定 所以变得就更加释然了 以前以为我做的是一个艺术工作 什么叫艺术工作 艺术工作大概分为八个字 叫心有所想 一意孤行 但是电视行当 其实这么来想 不那么准确 它是一个服务性工作 让你下了班以后 可以回家做电视机前看 每个人都有看这个的需求 所以我有责任 给我爸妈拍一个 比如乱世书香 我也有责任 给孩子拍一个 11 12岁的孩子 拍高八度 我也有义务 去拍一个离婚律师 我也有义务 去拍一个冥村戏 我觉得演员 如果不能把你自己 通过一个一个角色 打碎和改变环境的话 演员就没有生命力了 就是三个字叫不一样 但看到大部分都是雷同 之所以去拍那个农村戏 不是因为别的 那个剧本 我看了头几集 我觉得故事功能 跟别的戏也一样 它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环境的不一样 没拍过 我只能 我没去过那地儿 我只能选择 这一个不一样了 就是说 如果它不一样了 我就有可能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离婚律师 或多或少的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会去找那些不一样 想过 并且再努力实施 随着你名气越来越大 能满足你的条件 就越来越多 所以名气大 有的时候也是坏事 名气大导致于 在这方面 就不够坚持这个梦想了 因为有的时候 别人找你说 修工 你给我拍个戏 我若没工作拍你的戏 我正写我的剧本 我这剧本你看看 你也可以改 我说我想自己当导演 你这你也可以自己当 别人牵上你的越来越多 但归根结底 我昨天还跟朋友聊的这事 我说如果不是完完全全 自己主导性创作 并且自己承担这个成败责任的戏 你只付到了最多能付到50%的责任 那已经是一个天数了 并且在这个 并且在这种负责任过程中 很多人已经开始对你不满意了 所以可能还不够勤奋吧 我在在努力的这个这个勤奋的在做 现在几月 现在现在八月 我争取在这个今年年年底的时候 开始真正的一部自己能够独立掌控的片子 也是你自己要写是吧 就是简单的说 你比如题材是我定的 剧本是我觉得OK的 这个拍也是我认定执行的 就我真正能负责任 有的时候 你在那边上这个片汤式的说几句话 但你要站着说话不要疼 因为你不决定他的成败 所以我要对这件事负责 就是要让这个成败 跟我我有关系才行 你真得自己去做这个细节 我才行